哈喽,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夏安心灵塔罗 本期视频主题呢,是想看一下各位朋友们 近期会有哪三个惊喜降临呢? 有哪三个让我们惊喜的人事物会接连出现? 而我们的生活会伴随着这些惊喜出现 会有怎样的一种转变发生呢? 我们这个频道的所有占卜视频均是不限时间 无论你何时点进本质影片 都可以选一组与你的能量有连接的选项进行占卜 在正式的选牌之前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发出领取好运四个字来说取能量 祝福大家都能够领取好运 迎接宇宙为大家安排的超级惊喜 好,桌面上大家可以看到 一共呢,是有三组的选项 从左至右分别是第一组 第二组和第三组 接下来,请静下心来 用直觉去感应这三张牌各自的能量 选择出和自己最有连接,最有感应的牌卡 还在犹豫的朋友不用着急 稍后会留下一些时间给你们做选择 如果说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 大家所选牌组的时间节点 就在视频标题下方的说明栏中 点击对应时间分组选项 就可以和我一起进入到抽牌解牌环节 我们等下见吧 哈喽,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这张呢,是大家选到的知识牌卡 是一族非常漂亮的带有气球和愿望的一种感觉的牌卡 然后,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三个大惊喜的话呢 就会还是先用雷诺曼啊 先用雷诺曼来帮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惊喜可能会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当中 然后再会用我们的塔罗牌来为这个惊喜做一些具体的定义 说明补充的一个讯息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先来看我们的第一个惊喜会是什么 第一个的话呢,是一个孩童 孩童的能量的话 我会觉得说有些朋友啊 你的家庭当中会有一些好消息到来 因为可能说有些朋友在备孕的一个状态当中 对,然后你这个梦想的话 最近可以成功啊 有一些新生命的孕育和诞生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的话呢 当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在被孕当中啊 孩童带来了一个能量 则是说会进入到自由自在 很开心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会对应到一个成长 对,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能量 我知道说有些朋友当下身边 你心中正在焦虑的是一些人 或者一些事情 一些团队成员 一些爱人一样 它好像就是处于这种比较任性 然后不负责任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你的团队当中总有这样的一个人 是你密不可分的 但是对方的话呢 好像是不会非常的负责 以及说让你有点焦虑那种状态 我觉得说你的团队成员会有所调整 对,对方这边的话呢 有这种成长 以及说更换的一个能量 然后有些朋友的话 则会进入到一种放松的阶段当中 会去旅行啊 放松啊 出去玩这样的一种感觉 因为孩子的话呢 就会是有放松感 轻松感 就是你不需要去承担过多 然后以及说是能够放松 轻松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啊 同时的话呢 孩子的一个能量 其实是代表着一个事情正在开始 它不仅代表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状态 还会对应到说是 你正在做的某些事 你的第二 你的一个进程 进向啊 正在进行的一些事情 是属于初始的状态 可能说是我们心中的某一些梦想 某一种想法 终于能够去成功了 终于说是迎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希望啊 或者说是迎来一个正式的第一步 这样的一种能量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我们的第一个惊喜会是来自于哪些啊 好 我们用塔罗牌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第一张牌就能量蛮厉害的 因为它出现的呢 是一张恋人牌 因为这个牌面信息的话需要稍微支挡一下 这里的话呢 出现是一个恋人牌 恋人牌对应到孩童 就有些朋友的话呢 你可能你身边的恋人啊 嗯 一个来讲 是有一些暧昧期的朋友 就是处于暧昧的状态 你跟对方可能才关系上 处于刚刚萌芽那个状态 然后或者你的生命当中会进入这样的一个人 你会跟对方一起 嗯 进入到恋人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 不管说你当下是单单身的 还是说你们的关系刚刚开始 都会能够说是往恋人这个方向去发展 去开始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朋友 我知道你们身边是已经有恋人了 已经有了一些人是长期陪伴着的 有一个固定的关系 你们这个恋人牌 然后再加孩子牌 就是对方有一种成长的感觉 对方会慢慢的有一种成长 然后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照顾你 虽然说可能之前的时候 关系当中是你 然后考虑问题比较多 或者说是为对方操心很多 这样的一个能量 可能你的话呢 是像照顾小孩子一样去照顾对方 但是现在的话呢 就是一种啊 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是平等 以及说是其实会有宇宙的一个能量 帮对方是突然之间有这样的一种改变 然后对方会非常的照顾你 他就是有这种成长的感觉 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啊 可能说是你们的关系之前是有卡顿的 因为恋人牌带来的也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一个能量 有些朋友的话呢 就会对应到说是爱情当中的 这样两个人之间的一些交流啊 信息感 新鲜感啊 两个人社交的一个就是互动的感觉会更加的多一点 对 孩童牌 然后加恋人牌 有些朋友的话呢 会和你的恋人之间相处的会更加的开心和愉悦一点 然后同时的话呢 我觉得对方会非常的包容你 有一种说是对你的话呢 有更多的负责任的感觉 也许说之前你们的关系是刚刚开始啊 还没有说是有一个好的结果 那恋人牌出现就真的是往这种更稳定的一种关系上去发展 还有的话呢 就是有些朋友啊 抬通牌 然后再加恋人牌带来的一个能量 就是说你自己这一方面 之前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点点偏内向啊 或者说你的工作明明需要你说很多的话 需要你去展示自己 需要你和周围的人是共同的合作做什么事情的 但是合作上面就会有一定的不顺利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长 你会发现接下来一些人事物可能就是 惊喜是发生到我们的一个身上 所以它会对应到说是我们这边能力的一个提升 然后会发现对方那边会更加的愿意听你的 按你的节奏去走 按你的节奏去开始这样子 你看这里的话 权杖五的逆位 就是代表说某些矛盾的一个结束 因为权杖五的话呢 就会是有些朋友 可能说你们当下是处于一种 在为什么事情竞争 或者是互不退让这样一种感觉 当然还有些朋友的话呢 会和你的身边某些人爱人啊 或者说是你的合作伙伴当中出现了一些分歧 出现了一些矛盾啊 出现一些说是可能要去竞争什么东西 但是你这边的话可能会比较势力一点 孩童牌我觉得说你接下来会比较省力一点 因为说就对方会给到你一定的让步 或者说是你会发现接下来这段时间 你能够去胜利出来 你之前的话可能会有团队成员当中不和谐 或者说是团队成员感觉是和你之间的一个互动 不是很顺利这样的一种能量 那权杖五逆位 然后再加孩童牌 然后以及说是猎人牌一起看 就是有些朋友啊 接下来就是团队成员当中的一个关系 会更加的融洽一点 以及说你如果和你的恋人有过矛盾和争吵的话呢 你们是有重新的一个互动和沟通 关系上会更加的平稳一点 以及说就是对方会更加的把你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权杖的国王啊 对这里的话呢 就不仅说是有些朋友会你的好事情会是恋情相关 还有你的事业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事业上的话呢 来自于说是自我的一个成长 因为孩童到国王 他带来的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学习的榜样 有一个人他能够去在旁边 使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趣力 想要去成功啊 想要去做得更好 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权杖国王 有些朋友可能之前你们在感情当中的话呢 有一种说忍让啊 或者退让啊 这样的一些时间会也会去结束 就是说呢 对方会非常的尊重你 很多事情的话呢 以你的意见为主 然后尊重你的想法 然后你会对于说 不管是工作上的事情啊 还是爱情当中的事情 你起到的决策权会更多一点 就是有一种你说什么 然后对方都会觉得你对 然后以及说尊重你的想法 并且说是关系当中 你可以是一个很开心和很快乐 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这张牌的话呢 抽到是太阳牌啊 这组朋友其实 说实话 你们这边的感觉给我一种说 好像很轻松 但是很多事情都能够顺利的进行 以及说有一个很完美的状态当中 就是说实话 我觉得你们是第一个惊喜 就是会发现很多事情 就不需要你刻意的去做什么 哪怕说之前啊 你是处于前账务这种很增啊 以及说是很辛苦的 为之做努力做付出 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能之前付出的是十分力 但是收获的才是一分收获这样子 但是你会发现 接下来一种是什么样子 好像就是你不争不抢 然后也不去在意他的输赢的时候 你反倒成为赢最大的那样的一个人 因为就是说 好像你会更关注于自我 但是周围的一些事情 都是以你为中心点开始进展着的 不管是恋情也好啊 或有人想要去约你出去玩啊 或者说是有人会非常的照顾你 但是看起来好像说是 你是被照顾的那个人 但是其实你得到的话语权是最大的 因为你这里又有权杖的女王 又有太阳牌 就是说非常的轻松 然后你就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很快乐 一直保持住自己的那种快乐 好像有人会来宠你 有人来包容你 之前可能是你是付出比较多 你是很忍让 然后很包容那个角色 或者说有些朋友的话 其实在考虑说 面对着一些新的恋情 或者是新的挑战的时候 或者说当下某些事情进展的不是很顺利 那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自我 是不是让自己应该说是主动的做什么呀 主动的改变一下自己 调整一下很多事情呢 其实这里我都没有看到 你们需要这样做的一个能量 好像说你继续维持住自己当下的一个状态 你就能够获得到较大的成功 但是首先来讲的话呢 这一组朋友并不是说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完全和当下节奏和状态是一样的 因为孩童这张牌更重要是 你要倾听一下你内心的一个声音 你内心的小孩在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去做 你的内心小孩告诉你怎么样是快乐的话 你最重要就一定要尊重自己的心 尊重你的内心小孩 让你的内心小孩告诉你 你应该去怎么做 你就能够去挽回所有的局面 或者说是获得到最大的一个成功 同时的话呢 有些朋友可能正在面临一个纠结 或者是选择的状态当中 然后这里宇宙在告诉你 你只要是按你心底 那个声音去做 你就一定能够去走到 他给你安排的那个最顺利的道路当中 也会能够去收获到非常多的 惊喜和好运 然后的话呢 我觉得说这一组朋友啊 你们好像某些事情之前可能是曾经面临过一些 比较糟糕 比较负面的一个讯息 对 因为权杖五呢 你以为他带来的能量不是那么的好 不是那么的积极啊 就是让我觉得说这组朋友之前可能是有一点心理压力会大一点 心里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疲惫 就是你可能会自我怀疑 怀疑说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 自己所做的选择也好 或者说是自己正在坚持自己所爱的人是不是正确的 但是这里的话呢 权正的光和太阳拍就真的很好 你们好像是任何之前是处于比较失利的一些事情都能够说是去成功 我觉得你们运势有一点太旺了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第二件惊喜 你们第一件惊喜就已经包揽了你们生活当中大部分的一个事情了 就是好像生活当中呢很多很多焦虑的事情 第一个惊喜 这样的一个阶段你只要就是尊重你的内心 你就能够去完结啊 就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来我们看一下 哇这里会有一个新的人进来 以及说是你自我的一个提升感 因为熊排的话呢会对应到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有些朋友可能说当下会觉得说有一点焦虑啊 就是会要么是觉得头重脚轻睡不好觉 或者说是容易感觉到自己很热 就是那种身上好像容易上火 喉咙很痛 这样的一些情形发现 我觉得接下来你的身体会越来越舒服 而且说是能够就是自我的这个免疫机制 然后会有所调整 好像就是能够去更加轻松的去面对生活 之前的话可能有的一部分朋友 还会是处于那种身上有一点觉得说软绵绵的 容易容易有那种无力感 容易有一种困啊 想要睡觉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接下来你会发现自己精力非常的充沛啊 然后好像就是能有非常多的力气和精力 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 然后同时熊排的话呢 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对于说 爱情当中是什么样的状态有所怀疑 就是在担心自己的恋情能够进入到什么样的状态 我告诉你啊 熊排出现的话就是对方会非常的保护你 这是一段非常有安全感的一个恋情 因为熊排的话呢 我觉得对方会你的守护者会出现 你这一组的话呢 第一组的朋友 你的守护灵当中应该有动物 有动物的守护灵 他们最近的话呢 会显现你的能量当中 你会感觉到自己是被保护 或者是被庇护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 然后熊排的话呢 就会感觉到周围的一些关系会更加的 让你有安全感 让你觉得是被保护 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让塔罗牌来看一下说 我们第二件惊喜 到底会是和哪些事情相关呢 隐士牌啊 你的身边可能会出现一个人 这个人会是默默的保护你 因为隐士牌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说这个人他的能量是 有一点可能是你工作当中 或者你生活当中 某一个年龄比你大一点 或者是比你更有资历的一个人 他会是给到你很多守护的力量啊 能够去帮助你 就是有成长 而且说是你生活当中 可能之前的时候 真的有那种团队当中 有一些小人 或者一些很低频的能量 在针对你 或者是影响你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对方的一个力量能够帮助你好像就是 我们刚才不是说第一件好事 就是你好像不做什么事情 就能够说是影很大嘛 就是很多事情能够进入到一个 非常顺利的一个竞争当中 就是因为你这边的一个守护灵 会是让你周围当中的某个人 成为你的一个守护者 成为你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守护者 能够去帮助你 守护你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们这里大牌能量很多 我们一抽就又抽到一个大牌 然后同时的话呢 影视牌也会对应到有些朋友 可能你身边的某些关系 进入到一个冷战的状态当中啊 冷战的话呢 我觉得对方会重新的回来 他会重新回来 约你啊 跟你道歉这种感觉 因为其实影视牌的能量当中 有一点点说是 对方可能会作为服务者 保护者啊 就是主动的去向你服务 提供一些价值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因为熊牌和影视牌在一起 我真的觉得说 外在守护的力量会更强一点 对方可能之前的话呢 有一点说不够勇敢 或者说是有一点类似于 说是该出力 或者该出头的时候 当了那个默默不吭声的那个人 我觉得接下来 对方会主动的出击的啊 对方会主动的走到你的这一边 其实我觉得说最近的话呢 其实他当下可能就已经有在梦到你 有在想着你 在想你的一些事情 在非常高度的关注着你 这样的一个人啊 对 宝剑的国王 对方甚至之前有伤害过你啊 有伤害过你 我觉得说对方会重新的回来 之前的话呢 对方可能是嘴最硬的那个人 说了最多的狠话 然后伤害你还是比较多的 对方其实离开之后啊 其实心里的话呢 一直很难受 一直就是说在被他自己的一些情绪所折磨 我觉得说可能你当下已经走出来了 你当下已经恢复了那种说是 慢慢的找回自己的节奏和自己的人生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但是其实对方的话呢 还在这样的一个后悔的情绪当中煎熬 我觉得对方会回来 而且说他会是一种 不会是那种过度控制你 过度的干预你的 过来向你求和或者是复合 就是他联系你的时候 是给到你足够多的一种宽容感 以及说是一个时间感 对方的话呢 会有一种怎么样来讲呢 默默守护吧 就是如果说你给他冷脸看 如果说你拒绝他 或者说是跟他说一些很难听的话 我觉得对方的话呢 可能不会去反驳 但是他也不会去离开 他好像就会在旁边等待着 默默地关注着你 等你给他一些机会 然后同时宝剑的国王啊 宝剑国王有些朋友的话呢 之前生活当中应该是 有一些较大的计划 或者是变动感很强 有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让你的生活当中 曾经失去过什么的 可能是机会 也可能是一些金钱 这里的话 我觉得说是一种 重新到来的一个能量 他可能是当时那个运势啊 其实你自己也明显感觉到 那个机会也好 或者说那些金钱 是原本不可以丢弃 原本不会丢的一些钱 但是这里的话呢 我觉得说 他可能会换一种形式 重新进入 重新进入 但是当他到来的时候 你会给你的生活 造成了一种变化感 应该是很强的 我觉得你的生活当中 最近不太平顺 不顺利 不是一个说 很平稳这样的一个状态 要么说是你的一些 好消息延迟到来了 要么你的生活当中 原本是 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 低频的能量 再去影响着你 再去干扰着你啊 保健国王 我觉得说你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你们好运特别的多 然后同时 同时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保健国王的能量 还是要再说一下 保健国王就是 让我觉得说 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们啊 你们接下来 就是能够在工作上 有所升职的 你看你们的王后牌 和国王牌都出现了 然后这里的话 星币三 甚至说有些朋友 会升级去带团队啊 我觉得说 可能会有一些 你进入到新的团队当中 或者说是 你自己这边有升职 有些人可能会邀请你 进入到他的 那个团队当中去 这样的一个团队的话 我觉得你很开心 但是他可能会和工作相关 要么是你特别想要 特别感兴趣的一个 兴趣爱好 就是你之前的一个小兴趣 一直是自己在做 一直是自己在去坚持着的 但是后面的话呢 就会有人邀请你进入 他的那个团体 他的那个团体就能够让你觉得说 很受欢迎 或者说是让你感觉到说 这个关系当中 是好像自己 之前可能是比较 一个人在去做研究 一个人在去 做些什么事情 为了这些兴趣爱好 然后做一些功课 或者自己再去做 然后后面你就会发现 进入这个团体之后 有一种说 大家都很能够去聊得来 你会是比较开心的 相处起来非常的和谐 对 我觉得说 有些朋友的团队 可能之前的话呢 面临着一种说是 有危机感 就是可能有些朋友 正在创业啊 正在创业的一个进程当中 但是你的团队成员 或者说你们正在创业的 这些成员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面临着一些意见不合 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的生命当中 会有一个新的人 新的关系的进入 对 新的关系的进入 能够让你的团队更和谐 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呢 你们的一个能量 其实会比较特殊一点 但是大众占卜嘛 就是有的一些讯息 给大家讲 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就自行对应 自行就去忽略啊 因为新币三这张牌 就是有些朋友 可能你的生命当中 是有一些三方关系 在进入 就是有些三方关系进来了 或者说是你不小心 进入了其他的三方关系 我觉得这个三方关系的话呢 目前为止看 不会对你造成一个伤害 然后接下来 对方说不定 还会慢慢的去离开 对 我看到你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越来越趋近于 稳定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喂 又一张国王牌了 全账的国王 这组朋友你们到底要 哎呀 工作上面到底有哪些好消息 倒来啊 那 呃 对 然后这组朋友的话呢 如果说你们是男士 就如果说你们的年龄 比较成熟的话呢 你们会发现 接下来这段时间 你们的财运会非常的好 甚至你的生命当中 会有贵人会出现啊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些客户 或者说是非常有实力背景的一些 贵人帮助你去介绍大客户 接到大客户啊 但是其实不管说是男生还是女生 你们都有这种贵人运很好 然后以及说客户会变得很多啊 有给你一些 有一些贵人能够帮助你去升职 提升自己 变得更加的稳定 以及说你的团队成员也会越来越靠谱 甚至说有些朋友之前的话呢 是一个被忽略啊 被 没有被很多人看到 就是不管你的工作是多么的努力 或者说你的生活当中有多么的工作当中 付出了多少的精力和时间或者是心血 都是一种说默默无闻的样子 那么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说 你一下子成了团队当中最耀眼的那个人 有一种说是贵人的出现 帮你去被别人看到 贵人帮助你 不管说是你是做决定 离开什么样的一些人 或者是团体 或者说你是想要去自己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都有用说能够有人帮你啊 需要资源的时候就有人给就有人给你资源 需要一些财富上面的一些帮助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财富的镜像 所以你们这里的话呢 就是有外在力量会去保护着你们啊 有一些贵人 对 而且说对方的能量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偏阳性的 大家可以说留意一下 说是金牛啊 摩羯啊 处女这些 这些土象星座 不对 不是土象星座 白羊狮子射手这样一个火象星座 这样的一些贵人 对 有可能说对方会是长辈 也有可能是异性啊 或者说是职位上或者其他层级上 比我们更高的一些人进入 他们身上会有更多的一些资源 能够帮助你去进入到一些新的团体当中 认识到更多你当下的一个圈层当中 所接触不到的一些人 然后以及说你新进入的这些团体 这些人际圈子会有一些资源给到你 能够帮助你提升自己 以及说拓展自己的事业啊 所以说这一组朋友的话呢 你们的第二件好事就是贵人运会很好 然后以及说是你们接下来会和你的领导啊 你的长辈之间关系就是很好 就是有很多有能力的人 愿意相信你 愿意器重你 给你一些机会啊 你就像是一个他们打着灯笼 才找到了一个人才一样 一个特别有实力的人 主动给你一些机会 帮你就是能够提升自我 给你介绍一些更好的资源啊 他们的话呢 来自于说是可能年龄上比你大 或者说是身份地位比你高 这样的一个人 你们看你们这边又是影视牌 又是两个国王牌 然后再加上 这心理三是有团队的一个能量 就是真的有工作当中的一些贵人 生活当中一些贵人 我觉得说如果从事业金钱方面来说 就是你能够从这些人身上 获得到很多的帮助 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呢 如果你自己的话就是 本身桃花就很旺的话啊 可能身边就有很多的异性在存在 你要是还在去选择对象的话呢 会有一些说是较多的异性 能够去满足你的心中期待 就是你可能想要一个说是 特别会照顾你 特别能够去给你人生带来帮助的 这样的一个异性 来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成为你的恋人的话呢 那接下来你会发现说 生活当中好像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对象 对方都愿意去保护你 然后同时又很喜欢你 这样的一个感觉存在 当然的话呢 还有一些朋友 其实你是通过认识了一个人 然后对方的话 是帮助你进入到 今天的团体圈子当中 当然其实还有一个能量 要不得不说 就有些朋友遇到的人 他不一定全部都是 比你能量磁场更高的啊 我觉得比较去向于说是 比你可能会有能力一点 但是他们的一个实力会一致一点 你遇到不止一个人 但是你们可能会去 共同的做一些事情 就是一帮大佬带着小弟 这样的一种感觉 带着你们就是 你自己的圈子会焕然一新 能够认识到更多更优秀的人 阶层有所提升 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层当中了 对 我觉得说你们接下来 就是能够发现自己的一个眼光也好 或者是想法也好 或者是资源也好 都会是有所更新 有大佬带 然后就会是 很多事情的一个进程 就会变得非常的快 然后很快速的 对自己的生活也好 很多事情也好 都有很明显的一个改变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件大好事啊 你们的运势还是有点厉害的 第三件大好事呢 落到了是星云草这张牌 星云草的话呢 就会对应到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发展 都会很快地进入到下一个阶层 下一个圈层当中 你们的三件大好事啊 有一种太晚 我甚至觉得说 现在还没有看第二组和第三组 但是我都已经觉得说 你们的运势超级超级旺 你看你们出的都是什么牌啊 都是国王牌 王后牌 以及说一些大牌 没有什么特别 我觉得说 让人觉得说头大的一些问题 甚至说有些朋友可能说 你来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本身生命当中 或者生活当中 觉得不要让你有压力的事情 就仅仅来自于说是 你的一些团队成员啊 然后好像说不太靠谱啊 或者你的有一个猪队友 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你们本身运势就挺旺的 守护灵也是非常强的 那我们来用塔罗牌 来为大家具体定义一下 说看幸运草带来的就是 幸运草带来的 其实会有一些 突然而然的一些机会 还有一些感情上面的一些东西 有些朋友可能说是 有分手闹矛盾啊 说分手闹矛盾 就来一个保健酒的逆味 有些朋友是不是心里 有望不下的一些人啊 有一些感情 有一些东西 将你困住的一种感觉 就是可能生活当中 其实桃花也很多 工作机会也很多 很多事情都围绕着你 但是你心里的话呢 有一个旧人在那里啊 类似于说是 有新的人爱上你了 可能你也爱上了新的人 但是说保健酒 因为就是你自己的话呢 还没有说是 让自己从某些 这是保健吧 从那个孤立无援 那个状态当中去走出来 因为其实 正位的保健吧的话呢 让我觉得说 真的就如同刚才来讲 你身边可以用的资源 是很多的 你周围愿意去帮助你 去割破啊 身上的一些束缚 打开你的眼睛的人 都有啊 很多人围绕着你 但是你就是一个 自己将自己困在那里 由心中的话呢 有一种说 化地为牢的感觉 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让你停在了原地 就是其实你可能是 当下处于什么状态 你说中是 有一些突然到来的一些情感 或者说是突然到来的一些机遇 像你伸出橄榄枝嘛 或者说是一些 那我们刚才就说 有你的守护灵运 是很旺的 守护你的祖先 对你的关照度 也是非常的高 就是你的好运很多 但是你会是说 自己可能是 考虑问题的话呢 是比较周全的 或者是想的比较多的人 然后很难去走出那一步 对应到感情上的话呢 就是虽然有人爱你 有人愿意去 在准备着说 拉着你的手向前走 但是你心里 因为有什么样的一个执念 所以你还不太敢去信任某个人 要么说有些朋友 在面对这些新的发展的时候啊 因为顾虑太多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行动 对 但是接下来会有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因为你看这里出现的 是保健9的逆位 保健8的逆位嘛 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去走出来了 慢慢的就是脱离啊 我觉得说你生活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突然而发 突然而来的一些契机 或者是一些事情 能够让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从这种被困的一个状态当中 去走出来 这组朋友 我不太知道你们被困住的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你生活当中 应该是比较顺利的 保健女王的逆位啊 有些朋友的话 其实本身来讲 你们就是一个正位的女王 这样的一个存在啊 你看你们的牌 我刚才就说嘛 竟出一些国王牌啊 王后牌 然后到现在出逆位牌 还要再出一个逆位的女王牌 我觉得说你们生命当中的运势 是比较强的 你自己本身的话呢 应该是很有信心 然后做事情的话呢 其实很有能力 要么说你们可能是 怎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其实你非常的有实力 你也能够去做得更好 不管是创业也好啊 或者说是你在感情当中 去做什么离开 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你是可以做的 但是你就会有一种说 对自己的认知不是很到位 比如说你明明有实力和有能力 去聘一下 或者说去闯一下 时机也到了 贵人也到了 资源也到了 然后你就会是觉得 对于自己反倒是一种不确定啊 你觉得自己还需要去成长 觉得自己可能还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做事情是不周全 或者说是考虑问题不全面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 将你束缚其中了 然后还有保健 保健女王的逆位的话呢 就是有些朋友 其实一些关系 原本就应该去离开了 但是你还有执念啊 我觉得你的执念的话 真的感动了宇宙 宇宙它真的帮你申请了 这样的一个和好的机会 但是也许说后面的恋情 到底顺不顺利 还是要你自己去走的 因为本身来讲 这一段 这个惊喜就来自于说 你的执念啊 未来顺不顺利 那只有未来的时候才知道了 但是它也是一个 突然而来的 有和好这样的一个机会 有些朋友还陷入到了 过去的执念当中 没有办法走出来 那宇宙它给你一个机会 给到你这样的一个次数 让你帮助你能够去 和你心中的执念 再次的连接起来 到底未来怎么样 那其实还是 以后的事情吧 你看圣碑寺啊 这一组朋友 有选择而不去选 然后是一个 坐在那里 被动的一种状态 不管是机遇也好啊 或者说是一些 别的东西也好 好像就是你们拥有的 资源蛮多的 然后还会对应到 就是有些朋友 你可能看到这里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说 什么资源很多啊 我一直是一个 运气最差的那个人啊 没有什么好运气 也没有什么好桃花 但是圣碑寺啊 再加这个 迅云草牌 就这一组朋友 你会发现 接下来就是会有 很多人围绕着你 有来自工作上的 一些人围绕着你 因为他会觉得说 你非常有能力 你是一个被人忽视 或者说被忽略 被自我忽略 这样的一个人 被自我低看了 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以及说 还会有很多新的情感 因为 就是你哪怕 现在看自己身边 连围绕的文字 都是功德的话呢 你后面会发现 如果说你是一位男士啊 你可能会现在觉得说 你身边的所有 连虫子道人 都是同性 但是后面 你会发现你的 突然进入你生命当中 异性就会多很多 那如果说 你现在是一位女性 你是女性朋友 来看这组的视频的话 就会对应到 你生活当中的男性 会更加的多一点 对 有一些 就是有人在去排队 等候着你 去选择他们 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会有很多的情感 当然有些朋友的话呢 你看 宝剑吧的 你有一盒圣杯寺 其实看起来 其实是有一点类似的 都是被一些选择困住啊 就是你们 其实拥有的资源 是比较多的 但是你会去 害怕去选 或者说觉得 眼前的都不合适 眼前的一些 不管是爱情的资源也好 或者是工作的机会也好 或者说是 其他的一些友情啊 其他的一些团体也好 不是很合适 你可能说是在 犹豫 在纠结说 虽然有得选 但都不是自己所期待的 那幸运草帮带来的 就是说 你接下来会发现说 天上跳下来一个 你很满意的工作机会 你很喜欢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对象 让你从这种 百无聊赖的一个状态当中 去走出来 就是 其实你也知道 你现在 已经有 有的选 有选项 但是你不喜欢 对已经有的东西是 觉得说 很无聊 想要去有一些 新的工作机会 新的一些爱情到来的 那这样的一些朋友 恭喜你们 你们会有一些 新的选择出现啊 因为 迅运草牌 就带来这说是 这种 不管是工作上面的机会也好啊 或者是感情上啊 就是非常突发的啊 不管是 讨花也好 各种各样的信息 都是有一些 就是很快速的一个 然后又很突然的一些情感 一些选择进入的 有些朋友的话呢 你看这里我们出现的是 全章十的逆位啊 全章十的逆位 然后在家幸运草牌 有些朋友的话 接下来就会发现说 自己的生活要进入到一个度假 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因为其实十号牌 它就是一个结束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说是那种 能够从一个很辛苦 然后很疲劳 很多事情要去做的 一个状态当中去结束啊 有些朋友可能说 很长时间都没有去放松了 一直在去做某些事情 然后你的 每天要做的事情 又重复又无聊 然后但是呢 你又不能去停下 一直要去重复的去做 它其实让你非常的疲惫 然后你心里是 特别想要去改变的 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我觉得幸运草牌 就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契机 你们呢 就会进入到一种 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当中 能够将身上的压力啊 都能够去放下 你看这里的话呢 就是 其实我觉得我们第一组的朋友 非常有能力 也有才华 你不管说是 你想做的事情也好 是 你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偏向于说是 比较有较高需求 较高要求 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你自己身上 所背负的责任 我觉得说也是挺多的 然后你可能有的时候 并不是说 自己一个人想要去度假 想要去放松 就可以进入到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而是说你有身上的话 你要负责的是 很多人的一些问题 甚至说你要去 留意到的是 其他人的一些关注和期望 就是你很害怕说 自己一个人 自己某件事情做不好 可能说影响到的 还有其他人 所以长期以来 就是一个不停滞 不停下来 然后一直努力 一直辛苦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不是说有人在去后面 逼着你去做 而是说你对自己 要求自己 要做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这里的话呢 我就觉得说 你能够去放松 能够进入到一个 轻松的状态当中 还有的话呢 有些朋友会去换平台 我觉得说 换平台 以及说是怎样 就是你的团队 好像说不是很和谐 你会进入到更高的阶层 或者说是 有一些新的机会 给你选 有一种脱离啊 就是你身上 已经拥有的东西 反倒成为了你的压力 让你就是过得很辛苦 很累 但是接下来会有一个契机 让你摆脱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看就是 背负到身上的东西 逐渐的话呢 就消失了 因为其实权杖的女王 也让我看到说 你手上拥有的东西 成为你人生的一个比较累的 你的一个梦想 可能也成为你的一个 压在你身上的一个石头 让你说就是想换目标 但是可能已经就是某些事情上 投入了很多 付出了很多 让你觉得说 有一点不敢半途而废 不敢说当下停滞下来 因为你会害怕说是 辜负了一些别的情感 辜负了一些人啊 我觉得说会有一个契机出现 帮你去解决现状的 就是第一组的朋友给我的我的感觉 就非常像是人中龙凤 非常好了 别人可能说原本就已经羡慕你们了 但是 但是怎么样呢 宇宙还是很爱你们 给到你们的东西 全都是别人没有了 你看你们出的牌 太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说 宇宙想对我们第一组朋友们 说的一些指导建议是怎样的 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呢 这一组朋友真的有什么事情 正在进行和玩 正在做的一个进程当中 宇宙给到的牌卡上面 想的是完成之前啊 可能说你当下是有一点不确定的 有一点怀疑和犹豫啊 你看你保健巴的逆位嘛 就是很多事情可能你正在做 但是你已经失去了信心 还会觉得说很多事情 是属于不确定的 不稳定的情况 宇宙再告诉你说要小心一点 但是同时你要去相信自己 其实离胜利的地方很近了 很快的一段时间 你就能够去赢得到属于你的胜利 以及说是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啊 或者说是让你感觉到说 很疲惫很小心这样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声音或者是能量 都会从你的生命当中去离开 宇宙知道说是你一个人走得很辛苦 也是一个人在成功啊 在去向前走的这条路上 付出了很多努力了很多 宇宙希望你还是在坚持一下 同时他也要告诉你 前面的路 他会让你走得更加的平顺 走得更加的放心 大胆一点 未来的话呢 不是一个深渊 也不是一个说 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方向和 力度的一个未来 未来的话 一定是非常的美好 一定说是 让你能够是放心大胆的 去朝着自己的目标 去奔跑这样子 好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第一组朋友的讯息 虽然说你们的好运已经很好了 但是还是希望你们去领取足够的 多的一个好运 让你们就是变得更加的顺利啊 因为我觉得说 虽然我觉得你们的运势 在接下来变得超级旺 但是你现在可能是一个觉得 还是如履薄冰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于说自己工作当中承担的职责 自己每天要说的话 自己要对于未来的一个期待 整体的话呢 都是忧虑比较过 忧虑比较多 思考比较多的一个状态 希望你们领取到很多的好运 然后快一点 让自己的一些生命当中的 好事情呢 快点的到来 然后到来之后呢 可以让我们真正的放松 进入到一个轻松的状态 对 我们的话 也能够去从内心当中 真正的放松下来 属于一个稍微舒服啊 然后能够去 放松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 现在已经就是蛮辛苦 蛮疲惫的一个状态了 好 那在这边呢 就祝福大家 喜欢我的视频 大家可以说是订阅 或关注我的频道 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开心和快乐哟 哈喽 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 这张幸运草牌呢 就是大家选到的趋势牌卡 然后 我跟你说就是 拿到这张牌卡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说 可能有第一组的朋友 来看这一组啊 就很明显 就是第一组和第二组 朋友之间的讯息 好像有所 关联或者是分散 对 当然如果说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看完这一组之后 如果你有时间 你也可以去看第一组啊 只是我拿到这一张牌 我就会有一个 很明显 这样的一个感觉出现 好 那么我们呢 就直接进入到 我们的抽牌当中 那今天的视频主题呢 就是来看大家的 三大惊喜 而且说是连接着的三个惊喜 所以我们先的话呢 就用雷诺曼来看看说 我们第二组朋友们 你们迎接到的第一个惊喜 惊喜好事 让你开心的人事物 会是什么 我们现在抽牌 抽到了狗狗牌 狗狗牌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说 会是一个关系 一段啊 因为它可能是我们的爱情上 有可能是我们的生活上 就抽到这张牌 就越来越觉得说 你们跟第一组的能量很互通 对 这里会让我觉得说 不管是爱情上也好 或者说是工作上也好 都有一个非常靠谱啊 以及说是让你觉得说 很值得信赖的这样的一个人 会进入到生命当中 对 首先来讲啊 狗狗牌的话呢 会在爱情上 有双向奔赴的一些恋情出现 就是你可能现在生命当中 已经出现了一些人 已经出现了一些情感 你可能会有一点怀疑说是 有没有和对方的一个发展如何呀 或者说未来如何等等 这样一种感觉 但是其实真的 你跟对方之间的关系 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呢 会有很多的惊喜 等着你去发现 会让你觉得说是 这关系当中 有那个越来越 让你能够去放下心来 这样的一个能量出现 然后的话呢 狗狗牌也会对应到说 有些朋友可能说 当下的一些生活当中呢 没有说是桃花 没有说是那种 新的恋情出现 但是随着这个狗狗牌出现 也是会有人啊 新的人 新的关系出现在 你的生命当中 它可能是爱情 也可能是工作 这个刚才就跟他去讲了 但是一定说是 能够让你去放心的啊 就有些朋友可能会是 接下来要去 创业啊 或者说是接下来是需要一些 人际关系的 那你即将得到的那些人际关系 一定说是让你能够去放心的 让你能够说是觉得说 很靠谱 尤其是说我们第二组的朋友 你接下来会有说是 在友情上会有一些很和谐的一个能量 会有一些知己啊 知己好友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能够说是帮助你 能够说是提升你的运势 提升你 就是能够给你带来价值啊 我觉得说你们接下来就是 能够从一些关系当中 得到说各种各样的一些价值 能够让你就是有所提升 对接下来的惊喜一定是和人相关 以及说是人际关系相关的一些好消息 我们来用塔罗牌呢 具体来定义一下 来看看说狗狗牌带来的能量是怎样的呢 第一张牌心碧的女王啊 心碧女王这一组朋友的话呢 狗狗牌带来的是和合作相关的一些东西啊 钱上面的一些好消息会到来哦 因为心碧的女王的话呢 就这一组朋友 你们大家正在做的事情啊 或者说即将要去做的事情 就会有一些贵人相助 也会是说你们自己的运势会很顺利 能够去进入到一个开心啊 洒花啊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 然后正在做的事情 一定说是让你觉得说 金钱上是很丰盛的 也会是说有些朋友 可能说当下在金钱上不是很充裕啊 或者说不是很多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的话呢 性命女王就是会有贵人啊 能够你有一些外在的钱会进入出来 会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会是说让你觉得说有很多的钱 有很多的资源 不会说是一个很困乏 或者说是很少这样的一个进程 然后的话呢 这里啊 星币的女王 我感觉到说有些朋友会收到一些 说是领导的一个重视 可能是女性领导的一个重视啊 就如果说你的当下工作当中 有一些女性 她的能量 她的职责会是比你更高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对方会是帮助到你 给你一些机会 而且说对方是很认真的 也是很认可你 所以说才会给到你一些机会 给你一些机遇 同时的话呢 星币的女王 有些朋友可能说 当下你的生活当中的话呢 有这什么样的人 可能压了你一头啊 有人在压着你的头上面 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呢 你的生命当中会因为说 其他关系的一个借助啊 可能说是别的一个关系进入 别的一些人的情感 互助的一个情感的进入 能够让你觉得说是 你不会再被对方压了 对 我觉得说有些朋友 现在是一个不自在的 一个状态当中 就是你的生活当中 可能 可能就有那么样的一个人 或者又那样的一个能量 对你要求很多 管很多 压着你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可以放心大胆的 说自己的话 说自己想做的 说自己想说的话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人在去压着你的 一个能量 我觉得压着你的这个感觉 会逐渐的消失的 然后权杖四 权杖四的话呢 有些朋友就是 你正在进行着的一些 恋情会越来越稳定 是一个说让你觉得 和事业相关 就是以及说 有些朋友的人生理想相关 就是你会接下来发现 有人助你一臂之力 你就很多事情 能够说进入的更顺利 以及说更稳定的状态当中 然后权杖四的话呢 会和家庭能量相关 有些朋友的话呢 你们的惊喜啊 来自于说是爱人 就是爱的人 他愿意带你去往 这个感情关系当中 更高的一个阶层去走 你就是会觉得 你们的关系 越来越进入到那种 稳定感 以及说你会向前看的时候 觉得说这段关系 让你的内心是有一种 很稳定 以及说是愿意 投入其中 以及说是付出更多 这样的一个状态呀 然后权杖四带来的能量的话呢 还有一些朋友 就是你会觉得说 生活 生活当中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啊 也许说你当下是一个说 正在为了一些事情 东奔西走啊 就是时常觉得自己没有归属感 或者说觉得自己压力很大的一个状态当中 后面你就会是 在情感当中有一定的收获 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些朋友的话 进入到一个要去订婚啊 进家展啊 或者说是更加有契约性的一个关系上面去走 或者说是对方 他有些人 就是你当下的一个是感情上面的进程 还没有那么的稳定 可能是暧昧当中 对方可能是刚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但是都会是随着一些互动啊 一些接触 让你觉得说是整体的情感趋于稳定 你们可能说是从暧昧的一个状态当中 暧昧当时暧昧的一个进程当中 肯定有暧昧的那些好的一些事情 或者说是好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好的一个体验 但是最重要来讲 你们的这个关系会越来越让你觉得说是很稳定的 对方的话呢 是愿意包容着你 还有就是这组朋友啊 我觉得说如果你们当下是单身 生命当中或者生活当中 没有任何的情感的话呢 会有一位女性帮你去介绍一个恋爱对象出现啊 对 这组朋友接下来也许说会有相亲朋友介绍 或者说是一些长辈 女性长辈可能会帮你去介绍一些 很靠谱的一些恋情出现啊 这个恋情的话呢可能你会有一点怀疑说是他到底真不 是否能够继续下去 但是我其实非常建议你去感受一下 你感受一下 也许你就能够发现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恋情 或者是某一个人 来我们再抽一张牌 牌出的很快啊 出现的是力量牌啊 你们这里的话呢 怎么跟一张感情一张事业 然后再出一张事 一张事业一张感情 然后再出一张事业 然后狗狗牌和力量牌 它放在一起看的话呢 就会是对应到关系当中啊 可能有一些情感 之前你是单方面的去付出 当然不仅仅是爱情 还会是事业 以及说是一些和读书相关的一些事情 是你一个人的话呢 是付出很多 是一个努力很多这样的一个进程 但是你的一个回报是比较少的 或者说你面临的阻碍会比较多 就是每当你想要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新的事情出现 拦着你去做那些事情 然后力量牌的话呢 就是一种说对自我 内在力量的一种掌控感 以及说是周遭环境的一种掌控感 你就会发现 接下来就是越来越顺利一点啊 之前的话让你觉得不可控的 让你觉得有危机的一些关系也好 或者说事情也好 它会趋向于稳定感 让你觉得说是把控的越来越足一点 那你们这里看的话呢 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 接下来的人生进程当中 觉得说很多事情 就有一种说天时地利人和 就是既有贵人 又有来自于说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支持 又有你自己内在力量一个自趋力 所以说很多事情就是变得非常的顺利啊 也会是说有些朋友的话呢 你的这个爱情的运势会非常的旺 有一种说散婚散恋的感觉都是有的 大家一定要去不要错过一些其他熟人介绍啊 或者说奖辈介绍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说你可能真的会遇到你的正缘 真的是一段非常美满 非常甜蜜 而且说是很般配 甚至说呢 这一组朋友还会出现一些高曲 或者是高价这样的一个能量 就是可能对方的一些条件 可能是比你更好的 你会和对方的一些接触啊 或者说是相处之后 运势变得更好 然后当然有些朋友的话 不仅仅是爱情 还有说是工作上的 对 你运第一张牌带来的能量的话呢 就是很类似于说是工作上和爱情上 两个能量在是掺杂着进来的 就是会有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好事情都会到来 但是主要会是在爱情上和你的一个合作伙伴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 非常就是双向奔赴的话呢 既有恋情也有友情这样的一种感觉 但是你的友情的话呢 它也是能够提升你的 我觉得对方会给到你一些资源 给到你一些帮助 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呢 可能说会有一种变动啊 我觉得你们会去离开一个环境 进入到新的环境当中 保健酒 你看有挑战的一个 有挑战的一个改变的一个状态出现啊 就是有些朋友的话 可能在面对一些困难 或者是一些现状的时候 你可能是一个人在去做 情绪当中呢 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啊 就是有的时候会晚上的时候睡得不是很好 或者是很焦虑 反复的再去想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事情 然后有人的话呢 能够帮你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然后同时保健酒就是有人会陪着你一起去 将某些比较有挫折 或者是有打击性的一些事情去解决掉 还有的话呢 有些朋友是想要去换工作 他其实会对应到说是你工作当中 会有一些顺利的 就是一些外力的介入 比如说你想去换工作 或者你想去拿下客户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外在力量 有一些人给你一些机会啊 就比如说有人主动去邀请你 进入到他的团队当中 或者说是有一些人 他就是愿意给你一些介绍一些贵人 介绍一些客户 能够看到说你们接下来去实现了 一些梦想和目标 但是可能说之前的进程是很缓慢的 有一点像是一个人 好像是用了十分的力气 但是他进度依然很缓慢 但是接下来有人帮助你 你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真正的去做 富足于行动 以及说是进入到完结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同时保健酒的话呢 我觉得说这一组朋友啊 可能会有一点累 你的累的话呢 更多来自于内心当中 就是可能有一点操心 为生活啊 为很多事情都是想的很多 有一点多思多虑的一个情况 可能说很多事情的话呢 就是想亲力亲为 甚至说是你有着来自于内心当中的一个执念 就是说某些事情一定要去实现啊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做好 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如果说过去很累的话呢 我觉得说你能够去摆脱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很明显感觉到有些朋友过去可能是处于比较焦虑这样的一个状态 不管是工作啊 生活啊 还是压力 不管工作啊 还是生活压力都挺大的 对可能是当下的工作环境 或者说是整体的一个环境不是很好 我觉得说你们的话呢 其实状态啊 比较让我感觉到说是 其实真实的环境没有那么糟糕 但是你会想的就会更糟糕一点 想的很长远 然后还会想的偏负面一点 我觉得你们会是从心态上变得平和起来 打压你的负面情绪啊 让自己呢 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去重新的开始 有一种新的开始 尤其是说这组朋友的负面能量 你们会去远接啊 摆脱一些有毒的人事物 这些有毒的人事物 我觉得说可能会来自于工作上的一些比你能量更高 但是也有可能是比你不如你 但是他的那种负能量会比你更高的一些人 他好像就是在旁边打压你 我觉得说这些有毒的能量会慢慢的离开 你自己的心态会变得平和 而且说你会找到就是更适合自己的合作伙伴 或者是爱人 然后心态上就会有所调整 然后整体的圈子的话呢 就会有一些变化 会认识新的朋友啊 新的同事啊 新的合作伙伴 新的爱人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全面开启 最重要就是有新的情感进入 新的忠诚的 对你有价值的一些情感进入 然后你就会去远离那些负面的一些讯息 让自己的能量的话呢 就会有所提升 好 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第二件精细好事会是如何的 好哦 你们的话呢 会升级哦 这个升级的话呢 其实每个人可能能量是不一样的 但还要废话一些 因为升级的话 就越来越觉得你们跟第一次的能量很重的 有些朋友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 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新生命会到来的 就是可能你们自己会是升级当爸爸妈妈 或者是当叔叔阿姨 家族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新生命的到来 让你的辈分也好啊 这种资历也好啊 或者是责任啊 就会往上提升 当然有些朋友的话就会对应到说是 这种工作当中有一种提升的感觉 然后当然的话呢 贺这张牌就会是 有些朋友 你们的关系啊 往家庭方面去进 呃 就是如果你看我们的三件好事是连接到一起的嘛 第一件好事就是你的生命当中有一段 嗯 可能是 友情也可能是恋情 这样一种双向奔赴的一段情感 很有价值意义的一个人 呃 一段关系会进入 那第二件事也是和对方相关 尤其是说如果是恋情 恋情相关啊 如果说是一个新的恋人进入的话呢 那你的第二件好事就可能真的是 如我们刚才所讲的 进入到闪婚或者闪恋那个状态当中 你跟对方的关系啊 会因为说感情的一个升级 然后你跟对方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连接 也会有所升级 对 可能说你们在比较快速的一个时间就把你们的未来的发展 或者是某些事情给确定下来 这里有升级的能量 当然有些朋友的话会变动啊 我觉得说呢 呃 这个牌的话呢 是你们过去的话可能是一直在不断的行进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可能说是一个人啊 面对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一些事情 很多时候可能已经很累了 但是呢 找不到一个落脚点 非常想要去停下来休息一下 但是你身上的职责 或者说是呢 你低头一看 觉得说自己的事 自己好像是没有自己可以停下的一个地方 就没有办法 一直要移动 一直要进 一直要行动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的话呢 你心中可能有一个很模糊的目标 也许说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的清晰了 你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可能说是 只知道自己要不停的工作 不停的去朝前走 但是有的时候就不知道说 自己到底人生目标是为了什么 你们可能觉得是正确的 也可能说是有一点怀疑 但是的话呢 就是只有动起来 才会让你的心里有足够多的一种安全感 才会是说让你的心呢 没有那么的慌乱 但是他这些忙碌的话呢 也没有说是让你进入到那种说啊 也没有说让你进入到那种说 说实话那种很安全 只是说短暂的一些忙碌 让你的心里不会胡思乱想 但是你的心里还是有一种焦虑的 所以说这里我们第二组的朋友 接下来就会是有一个更坚定的目标 我觉得说是能够让你 想休息的时候 能短暂的停留一下 休息一下 但是如果说是你休息够了之后 有一段时间 就是有人成为你力量的一个来源 愿意给你一个停靠的目标 一个地方 让你就是在向前该去冲的时候 继续的向前冲一冲 有一种说是 找到了一个目标啊 就是还会向前进 工作生活可能看起来 好像是还是在继续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心里的话呢 有一定的安全感 有一种说是 有了落脚点 有一种说好像找到了避风港 有人愿意去包容着你 有人愿意去 让你的心不再是那么的孤单 不会说让你支撑不下去的时候 还是在空中飘来飘去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是说 有人好像是能够张开双手啊 在下面接着你 有一种有依托的感觉 好我们来用塔罗牌呢 具体来看一下说第二组朋友们 你们的第二件好事会是什么呢 权杖六啊 有胜利的感觉 这里的话呢 可能有些朋友真的是很多事情上 处于一个进行到一半啊 但是说没有成功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权杖六出现就是一种喜悦 向大家所有人传达喜悦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有些事情终于结束了啊 你不管是爱情长跑也好 或者说是工作长时间的付出 或者是读书读了很长时间 或者说某一件事情研究了很长时间 花了很多的时间 复主其中 但是当下的话呢 就是好消息会到来了 周围的家人啊 朋友啊 所有人都在为你欢呼 为你 送你鲜花 为你而开心 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 权杖六就是这么一个 万事胜利 就是坚持了很久 终于赢了 终于说是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可以不用再那么辛苦的那样状态 也许说接下来 你的人生当中会有新的目标 你依然说是一个继续前进 但是呢 你过去努力了某件事情 它已经成为了你一个内心的依靠 能够让你想要去休息 想要去停下来的时候呢 去停下来一下啊 你有这样一个资本了 让你不用说是没有任何的底气 在面对生活当中的起伏了啊 那权杖六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说你们有一种信心感 就是你知道自己曾经的坚持 终于得到了胜利 也达到了那种目标感啊 觉得自己的前途呢 是一片光明的感觉 你们可能有继续会有新的目标 新的目标要去做 但是你实现了一个离你最近的那个梦想 然后你相信可以自己做到 生活当中就会变得更加的积极 更加的开心 心态会变得更加的平稳 也是一个说不断的相信自己 能够去做得更好 以一种说很正向 很开心的态度 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啊 很为你们开心哦 终于不那么辛苦的一种状态 愚人牌的逆味啊 这组朋友会有所成长 对 真的是一个升级的能量 然后愚人牌的逆味的话呢 就有些朋友过去可能是一个人啊 一个人感觉上会有升级 就是你之前可能是非常的爱自由 就是生活当中不太喜欢被约束 被管束 但是愚人牌的逆味 就是让我觉得说 你们开始懂得生活当中的一些重点啊 开始能够去把握住自己的机会 开始说是认真的思考自己接下来生活 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啊 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去选择一个 让你觉得很确定 很有把握的一件事情 也许说你可能变得跟之前的话呢 有不一样的地方 之前你可能是一个非常桀骜不驯的一个人 浑身的话呢 都长满了自由的尖刺 但是愚人牌的逆味怎么说呢 我觉得你可能说是后面会变得 就是有自己的理想和执着的同时 会收起自己一部分的锋芒 我觉得这里有些朋友可能就是 会有一点怨念啊 觉得说我其实已经很很卑微了 已经为了生活 然后头埋得很低了 对 但是有的时候的话呢 愚人牌的逆味带来的能量 并不是说再讲你们还做得不够好 而是说它让我们自己的话呢 做事情就会更加的有确定感 之前可能会有一点的犹豫 但是接下来你一定说是不会再犹豫啊 然后同时会听取一些周围人的意见 因为可能是周围的愚人的时候 大家更多的所想听的 或者是真正去听的一些声音 来自于说生活当来自于自己 但是后面的话 你开始愿意去听一些 其他人的一些意见 也正是因为我们刚才说嘛 第一件好事情就是身边会有一些 良事异友啊 会有一些 这种双向奔赴的恋情出现 不管它是爱情还是友情 你都会是有所依靠 会觉得说自己周围不再是一个人 有一个让你很信赖的人 是愿意让你去听对方的一些意见 对方的一些想法 然后所以你不会是一个 在用自己的潜意识 用自己的内在思考去做很多事情 有一种更加的就是好像成熟了 你我们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恋情啊 就是当一个对的爱人出现的时候 让你有了盔甲的同时 也让你有了一个软肋 我们愿意说是为了这个软肋 做出一定的调整 但是我们同时也变得更加的坚强 更加的就是有力量感了 这张牌这么迫不及待的出来 教皇牌出现啊 你的这个能量确实会升级 有些朋友的话呢 可能就是会进入到那种 生殖加薪啊 或者说是有贵人相助 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这组朋友的话呢 我觉得说你们好像是被看到 被看到这样的一种感觉 因为教皇牌能量代表这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有朋友就是会升级啊 因为你看就升级的一个能量会特别明显一点 周围人都会向你庆贺啊 你都已经不是愚人了 你开始变往这个教皇的能量去走了这种感觉 当然教皇牌带来的能量还有婚礼 就是这组朋友可能说是会进入到一个结婚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 然后就是一些或者说是见家长这样的一些事情里面去啊 然后的话呢 可能有些朋友的话呢 我觉得说你们会得到一些来自于比你能量更高的一些人的一些指导 或者是意见就是真的能够去虚心请教一些比自己更厉害的一些人 比自己更厉害的一些前辈啊 去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听一下他们的想法 从而的话呢 真的让自己就是变得更好 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远方 看未来的时候看的就会更长远一点 也会是你如果去听 如果去问 对方就一定会去讲 能够有一些贵人帮助你去在生活当中走得更加的顺利 以及说是工作也好啊 或者说是人生的一些其他的讯息啊 想要去学习的东西都能够去学习到 这样一种感觉 然后同时教皇牌的话呢 其实有些朋友啊 可能真的是被某些人在管着 在约束着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就是说 好像你做事情是不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接下来我觉得说你可能会突破 就是变得更加的独立起来 就是脱离一些能量的管控和压制 进入到一种说是为自己而活 或者说是以自己的意志为主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脱离一些说是那种 规则啊 或者说是一些传统啊 就是一些很老旧的一些东西的约束 你会活得更加的自我一点 更加的就是释放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 这里其实愚人牌的 因为刚才讲到的能量 跟刚才一些朋友 你们的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但是我觉得这里也不矛盾 因为可能说是有两种类型的朋友 你们会对应到自己的信息的 因为大众占卜的话呢 能量可能会不一致 然后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对应啊 对这里的话我确实觉得有些朋友被压制这样的一种感觉 再抽一张牌 好快啊 保健三会冲破这些力量的 对你会去冲破的啊 确实是有些朋友被压制这样的感觉 说那个能量就是有一种不得制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同时保健三的话呢 就是看到啊 有些朋友在接下来这段生活当中的话呢 有很多展示自我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因为保健三就是其实有一点伤心 有一些事情啊 就是被打压啊 被开 不是不开心 就是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压制着我们 让我们没有办法说是处于一种想怎样做就怎样做的那种状态 就有些想法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有些想法但是想一想 但是说一说就已经遭到了很多的抵制和反对的声音 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然后的话呢 还有有些朋友可能离开了某人啊 就是你的生命当中 有一些离开的人会重新的回到你的生命当中了 虽然说有一些不开心 但是最终的话呢 还会有一些就是你的指导领 你的祖先能够帮助你 是让对方回到你的身边这样子啊 然后甚至说有些朋友当下可能是跟某些人处于一种 说什么样的矛盾当中 就是你可能有恋人啊 然后有些很好的朋友 但是你们现在的话呢 出现了一些意见不合的状态 那接下来这段时间 你们关系的话呢 会和好的 而且说和好之后 你们的关系还会变得就是 更加的目标一致 就是这一次的矛盾 其实会让你们两个人都会有所成长 有所突破 学到了一些内容 同时的话呢 也能够是更加和喜的 为你们这段关系付出 以及说维持下去啊 然后宝剑三的话呢 我觉得说 你们 是不是 最近啊 想要去尝试改变 就是可能说 在感情当中 有一些说是 让你觉得说是不是 一些不忠诚的能量 或者说是一些 让你感觉到 很难搞定的一些三方的人事物正在进入你的恋情呢 我觉得这个恋情啊 会是随着你跟对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稳定 以及说是会有一个长辈 帮助你们去脱离这个三方关系的一个伤害的 对 有些朋友可能会面临着说 嗯 一些稍微糟糕和复杂一点的情感 但是你不用担心啊 不用担心 会有贵人帮助你去脱离这个三方关系的一个伤害的 三方呢 可能是人事物啊 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件大好事吧 第三个惊奇会是 这年出现的是什么呢 百合花 百合花出现的话呢 那有些事情进入到一种大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们这个三件好事也确实说 让我觉得说 虽然刚才可能有些事情 就是第二件好事 第二个好消息带来的能量 就是某些正在进行的事情就能够去完结 但是说百合花呢 则是说最终所有事情都能够是有一个更好 更美丽的一个状态当中啊 我觉得说你们的话呢 不仅仅对于正在做的事情会有一个很满意的结果 然后同时其他的事情也会变得很好 比如说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开心啊 或者说是得到其他人的一些表扬啊 或者是你的工作完成很出色 然后你自己这方面会有所提升 就是有很多开心的事情 等着你去发现 它有点类似于说 不光你接下来你自己的一些身边好事会很多 但是然后连接着你身边朋友的一些好消息也会很多 好像就是到处都有好消息让你去开心 因为你可能在意的一些人的话呢 他们那边也会有很多的好消息的到来 让你替他们开心为他们开心这样感觉 如果说是有些朋友 你遇到了你的三千大好事啊 你可能当下是单身的朋友们 你们也会能够跟对方进入到一种关系更好的一个状态 如果是已经是处于稳定恋情的朋友啊 你们的关系也会达到一个小高峰这样的状态 然后同时的话呢 自我的一个魅力也会有所提升的 就是你自己也会变得更加的好看啊 有魅力啊 心情也会变得很好 这样的一种感觉 来我们用塔罗牌来具体看一下 我觉得说百合花出现的时候 其实会和你们自己的一个能量提升也很有关联的 就是你自己会变得越来越有魅力 也就是说会有很强的一个行动力 保健的歧视 有些朋友我们刚才不是说你第二件被压制的情况 就是之前有人压制着 让你没有办法说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看我们的第三件大好事呢 就是你可以快速的行动起来 行动力很迅速耶 尤其是保健的歧视 行动量最快的那个歧视就出现了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一个来讲啊 就是你身边的一种变动感是很强的 不是说不好的事情的一个变动 而是说好消息到来会越来越多一点 然后同时的话呢 会有人为了你 然后再奔前忙后的一种感觉啊 就是你知道吗 有人会 就是有人会喜欢上你 哪怕说你身处一段稳定的恋情当中 一段稳定的关系当中 也会有新的人出现 新的人来爱你 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同时保健歧视的话呢 有些朋友接下来就是 你心里所想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愿望 能够可以说是顺利的进行 并且你进行的时候是很顺利的 周边的朋友啊 都会说是对你很支持 很有就是鼓励的一种感觉 可以向着你的目标 然后加速的前进 身边的顺利的支持者 声音都会很巨大 然后就是想做什么事情 就可以顺利去做啊 你看成功的进入到一个 权杖时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收获很多 收获满满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 可能说是好消息太多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有这种说觉得 哇太多了 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的话呢 同时权杖时啊 有些朋友的话呢 这个恋情是一种 就是你很希望 你们的关系 进入到一个开花结果的 一个状态当中 因为你会觉得说 自己在这个关系当中 有一点隐忍啊 或者说是有一种说 期待很多 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 会有一种开花结果啊 就有一种地下恋 转到地上 这种暧昧不清的关系 然后最终有一个清晰的结果 让你之前觉得说 好像它是一个秘密 不能够被实现 不能够去放到台面上 去讲的一些话语 最终它终于都是 被明朗化了 清晰了啊 终于就是 该是什么样 它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有些朋友 可能之前被 就是 其实 就有些朋友的话 就是你跟对方 可能进入到一个 恋爱长跑 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能恋爱很长时间了 但是你们的关系呢 一直没有办法去突破 我觉得说 这里其实 能够看到一种变动的能量 因为你保健 其实在这里了 虽然之前的话 你可能是 有其他的一些压力 或者是一些外在阻力 让你对于 说是这个关系的 继续推进 存在这种很歪 很怀疑 或者是不确定的状态 但是后面你会发现说 真的能推啊 真的能快速的改变了 连续抽到 两张牌 那我们都一起看 恋人牌都出来了啊 但是权杖九也出现 这里其实会有一些 暗恋的朋友吧 或者说是 单恋啊 或者是恋情不顺利 这样的一些朋友 对 你们的关系最终的话 还是能够去迎接一个 大完美啊 大圆 大圆满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对 你看最后恋人牌啊 恋人牌出现 我就真的觉得 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啊 这个感情反正肯定是会有着落 然后以及说呢 你能够去朝着自己的目标 去进行 行进这样一种状态 哪怕说之前的时候 你努力了很久 然后但是它一直没有很好的一个突破 最终它的一个结束 一定是很美满的 有一种说是 嗯 付出的很多 付出的时候 其实没有想过说是 它可能会有回报 但是最终它一定能够给你一个结果出来 让你就会觉得说 这段恋情很甜 很圆满啊 然后还有的话呢 就是 有些朋友可能一个人 就是曾经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尝试啊 我觉得类似于说一个人去创业啊 或者说一个人去做挑战 改变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可能说是 得到的这个结果 不是说特别的好啊 因为可能就是 你要去挑战的东西的话呢 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啊 或者说是 没有那么 嗯 那么容易被实现 我觉得说这一组朋友 可能说是离开过一些人 或者说是有一些东西 正在和他们进行交流 或者是沟通 或者是拉扯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也可能说 有些朋友是 对应到和客户之间的一个沟通 不是很顺利 对 但是最终的话呢 恋人牌 能够说是一种圆满大结局 只是说中间的话呢 嗯 好像是要拉拉扯扯啊 就是要有一些迂回的力量 也会是说 有些朋友的话呢 可能 身边的话呢 压力比较大 就是你内心当中 想的这个事情 外在的一些声音 或者说是 你内心的一些想法 造成了一些期待 让你就是对于这件事情 还没有走 行进之前 你就会是 有种负重前行的感觉 心里可能再去 执念着什么样的一些人事物 没有就是 完全的摆脱掉啊 我觉得说你们会慢慢的 放下这些压力啊 试着慢慢放下 因为就是 还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看你所有的一些事情 都是连接连发生 然后 你看这个狗狗牌啊 以及说恋人牌 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人 和你相处起来的话呢 最终能够帮助你 走出了这种 走出这种高压的一个状态 哪怕说你现在身边人 很多声音 在去讨论着你 讨论着你们的关系啊 或者说讨论着 一些 其他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他最终是通过说 你和对方建立起来 这些信任感 你和对方的一些 情感的一些连结 帮助你走出这种 很压抑或者说 很负面的一种状态啊 你能够是说 在自己的人生进程当中 很快速的前进着 行动着 也能够去把很多问题 进入到一个解决 完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然后我们再用 看一下宇宙说 有哪些话是想要 跟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们 去讲的 让我们抽抽看 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给到大家呢 障碍啊 这里抽到的牌的话呢 他就会是说的是 没有预期的阻碍 挫折 困难 觉得失望 奋斗和泄气啊 这组朋友的话呢 情绪上的一个压力 会偏大一点 就是你可能某些事情 想的会难一点 或者说真的就是 向前推的时候 就觉得说很难推 然后或者是 你身边是有一些 不和谐的人事物啊 他会让你就是 感觉到有些事情 还没去做 就有很大很大的一种压力 身边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声音 让你就会觉得说 没有目标啊 你看你这个第二件 好事的时候 这个鸟牌出现的时候 就能够感受到 你们的能量是那种 在一个很黑 然后又很高的地方 一直飘着 然后其实你已经很疲惫了 很需要一个落脚点 去休息一下 但是呢 你身处于一种 动荡的环境当中 我觉得说这里宇宙 想要告诉你的话 就是有些事情再去坚持一下 或者说是再等待一下 他愿意 宇宙就是给你安排了 很多的好消息的到来 也给你安排了 很合适的人 很靠谱的人 出现拯救你 你会因为对方的一个出现 以及说和对方的一个连接 生命当中 会有接二连三的一些好消息 好的人事物会到来 帮助你去脱离 这样的一个暗夜时刻 脱离这种动荡不堪的 很孤独啊 很迷茫这样的一个状态 进入的那种 很多事情都很开心 然后周围有很多的鲜花 和掌声 很多人为你鼓掌 为你在庆祝 为你在欢呼 庆祝你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庆祝你有这样一个 美好的结果的到来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第二组朋友的讯息 希望今天的视频 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喜欢这一期的视频 大家可以订阅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也希望我们 第二组的朋友们 可以领取好运 希望你们的好运能量 越来越多 然后也可以说是 你们尝试着啊 积攒到足够多的好运之后 就可以向宇宙下订单 让宇宙呢 帮你去实现愿望 帮你去做得更加的好 帮你就是 能够让你快一点的 停下来休息一下 暂时的就是 找到那样的一个落脚点 让自己不要在空中呢 飘来飘去那么的辛苦 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开心 也是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 内心层次的一种放松感 哈喽 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主题呢 就是来看一下 你接连出现的三大惊喜好事 会是什么啊 哪些惊喜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那这一张牌卡 就是大家选到的指示牌卡 可以看到说 这一组朋友应该是心里怀揣 这样某一种想法 就是带着一种使命感 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和愿望 其实是在你的心中 想要去实现 想要去得到啊 我觉得心中是看到你那种 有一点点迷茫 或者说是不确定的感觉 但是又会想要去 得到的一种能量 那我们就首先来看一下 用雷诺曼来定一件 定义一下说我们的第一个 惊喜好事会是什么啊 看一下 鸟牌啊 鸟牌的话呢 会对应到说是 有些朋友能够进入到一段 恋情当中 一段关系当中 还会是说你周围啊 有很多人会围绕着你 好像就是说 有些朋友 单身的朋友 能够进入到恋情当中 进入到约会当中 而有一些已经在关系当中的朋友 在恋情当中 或者是暧昧当中的朋友啊 你们最近的一个交流 或者是沟通会越来越多 那当然是 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会是 你自己在更多人面前去展示出来啊 就是能够成为一种说 被很多人看到 有些朋友的话呢 可能是一个 博主啊 做自媒体的 可能说你有自己的频道 有自己的账号 那么接下来 你应该是会 被更多人看到 你的粉丝也好 关注度也好 会有所提升 那当然有些朋友 你们所处的行业 或者是工作 可能是面向大众的 就是你需要去 制作出来的东西 是要被很多人看到 或者说是 要被一些人 进入到评价 以及或者是 给他打分 评级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我觉得好像就是 这样的一个 被很多人看到 以及说顺利过关 这样的一个层级 因为是能够看到一些 为你欢呼啊 为你鼓掌的一些 画面和一些东西 就这样的一个 场景的能量 是比较明显的 还会是 有些朋友的话呢 接下来会发现说 自己 你可能在 接下来的生活当中 有一些 需要说话的场景 或者是 一些环节 需要你去说话的 然后你会表现得 落落大方 能够说是 清晰的 然后 以及说是 好像是 有那种答辩啊 为自己讲很多的话语 或者说是 面试去展示自我 或者本身你的工作 就是需要去展现自我的 能够看到说是 在 像很多人 展现自己的时候 是被很多 被喜欢 被认可 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说是 这样的一个状态 会来自于哪些呢 用塔料牌来具体看一下 嗯 星币9A 真的有一些朋友 是在做博主的吗 对 这里的话呢 就是看到有些朋友啊 通过展现自己 展现自己的魅力 展现自己的生活 去获取到一定的关注度 获取到一定的粉丝 那当然 这也是你们的一个工作 还会是说 我们这一组朋友们啊 在接下来的话呢 可能是 如果就之前的时候 在经济上有什么的 样的一种压力 或者是困顿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会有一种环节 就是 你可能是之前的时候 要面对那种经济的一些压力 一些起伏感 一些纠纷的东西啊 嗯 好像是之前的话呢 你要把你的钱花到其他人身上 然后不仅仅是投资到自己 还要去投资到其他的事情当中 那这里的话呢 星秘九就是会看到 接下来你们开始会去 把金钱方面的一些难题去解决掉 有这种存钱的感觉 呃 有存钱啊 财务变得更加的稳定 工作会很稳定 同时的话呢 对自己也有一种安全感 你内心当中 可能之前会有的那些 匮乏感啊 有一种缓解 会慢慢的去沉淀下来 不管说是金钱啊 或者是情感 通通的话呢 就是一种说 很稳定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毕竟星秘九 带来一种说是 呃 持续的安全感和稳定感 也会使你们生活是很稳定的 那当然来讲 有一些朋友是 你的工作 就是需要去向其他人展示自己 展示你自己的一个魅力 你自己的能量越稳定 你自己其实展示出来的磁场也好 画面也好 也是能够去收获到很多的粉丝 所以说这里的话呢 有些朋友啊 你接下来的关注度会蹭蹭蹭的往上涨 就是能够被很多人看到 也就是说很多人认可你 喜欢你 也会是欣赏你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 然后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之前可能处于一种说 什么样的一个圈层当中不能够去突破 我觉得你们是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啊 虽然说可能会觉得说有一点辛苦 或者是有难度 但是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带给你物质上的这种收获是非常多的 经济上会非常的稳定啊 也许说你们正在做的事情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收获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有身边的亲戚啊 朋友啊 都会很羡慕你们 觉得说你们能够做得这么好 这么的开心 能够做得这么的优秀 大家都为你开心 也会说从心里面羡慕你 这样的一种感觉 看看小鸟牌带来的还是什么呢 星星牌啊 星星牌 这里的话呢 那有一种说是梦想成真的感觉啊 你们的梦想能够被实现的 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之前可能是跟别人讲了一些你的梦想 或者说你很一直在想的一些人事物 很有可能会来到身边 一个是讲你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 然后身边的朋友家人会纷纷的议论你 真有一种说成就很大的一种感觉啊 那当然来讲的话呢 星星牌也会对应到说的是我们 第三组朋友 有一些来自远方的一些人事物 网络上面远距离的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你想要的答案啊 或者是人啊 或者说是一些消息 一些东西能够去到来 对 然后但是的话呢 可能是一个人啊 也有可能是钱 因为星辟久在这里嘛 就是会对应到说是第三组朋友们 你们心里想的某人 对 然后还有的话呢 就会是有些朋友啊 你确实之前的时候跟某个人之间 嗯 就是这里会有远距离的一个能量嘛 就要么是说有些朋友 接下来会在网络上认识到某个人 这个人应该会在情感上 跟你有新的连接 比较偏向于爱情上面的一个能量 你跟对方可能会在网络上 嗯 更早一步的陷入到恋情当中 就是因为对方他非常的关注你 尤其是说是可能通过 呃 一个博主 一个博主的下面 呃 一个博主他带来的一个 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圈层 你们会有一些互动的呃能量啊 有通过第三方的一个关系 认识到对方 或者说是第三方的一个游戏 或者是平台论坛等等的一个方式 认识到对方 然后跟对方可能会进入到恋情当中哦 然后还有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朋友是有异地恋的 就是你跟对方啊 处于一个较远的距离 那当下的话呢 可能没有生活到一起 也没有居住到一起 其实内心可能非常的想对方 我觉得这里有一种在生活中见面啊 有一种生活中见面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你们会和对方的话呢 在现实当中突破一定的困境 然后尤其是说在网络上也会有很多的互动 就突然之间感觉两个人之间的连接感 会更加的紧密一些 然后我们看还有哪些 又是一张九号牌啊 九这个数字对你们很重要吗 还是说这里有会在九和九相关的数字 日期上面发生一些重要的数字啊 因为这里又出现一个九号牌 九号牌是圣杯酒 星碧酒和圣杯酒的话呢 那第一件惊喜啊 是和钱以及说情感相关度非常的明显 也会是说有些朋友能够遇到一个 和你能量非常般配这样的一个人 对你们两个人应该属于那种说 各自有各自的一个磁场 各自有各自的一个生活气息 一个生活磁场生活气场 但是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的话 也蛮般配的 对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对方的话呢 可能是一个说外表看起来有一点偏理性啊 或者说是不善言辞的一个人 但是内心非常的温柔和细腻 然后你们这个关系的话呢 我比较倾向于说在网络上先进行一定的连接 或者说现实当中也有可能会认识啊 然后可能是亲戚朋友介绍认识的 或者是身边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同事 身边的一些人 或者是通过参加一些聚会 一些团体活动 然后认识到对方 和对方会有一定的沟通和互动 然后两个人可能会进入到恋情当中啊 你们跟对方的一个相处的话呢 我觉得说是偏向于 这个交流感会比较多一点 就是因为青星牌在中间啊 青星牌在中间的话呢 你们两个人的连接是比较的 怎么讲 感觉很般配的能量 就是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说 你们两个人很合适 然后同时的话呢 你们两个人好像就是 在大家眼中都属于颜值很高的人 也会是说 相处起来是很平和的 有这种聊天很好聊 说话很多 然后两个人的三观啊 或者说是共同语言 或者是一些人生经历 都比较同频一点 比较相似的人生经历的话 可能就是你处于刚刚工作 或者是工作上有起伏变动的时候 对方可能工作上也有什么样的一种起伏变动 然后要么是你们可能曾经在生活圈子上 有一点叠加的能量 就是他曾经住过某一个小区 某一个地方 然后你刚好也住过某一个小区 某一个地方这样的一种感觉 再抽一张牌 权杖六 有些朋友的话呢 确实有这种正在做的事情 然后能够去成功和完结啊 因为权杖六带来的能量 就是说胜利的一种感觉 然后同时也是说 这组朋友在恋情上面迎来一种完结 就哪怕说你跟对方 是在恋情的长跑当中 在这个恋爱的一个状态当中 不是 是在这个较长的一个恋情当中啊 可能是马拉松式的恋情啊 恋爱长跑当中 终于能够去结束 所以说可能会接下来见家长 也会是说有些朋友啊 跟对方这个恋情 就是你新认识的这个人 或者说你即将认识的这个人 你们关系连接会非常紧密 我觉得有一点点正缘的能量 或者说你的身边朋友啊 家人都会对对方有很好的一个 看法 很赞同 很欣赏你跟对方之间的 这个情感上的互动和交流 也会觉得说 你们这次的恋爱是很完美 很和谐的 对 你的身边家人朋友都会认为说 你找到一个很适合你的恋人 在大家眼中都是非常的般配的 还有些朋友的话呢 如果说之前努力了很久的事情 你们花了很多的心思 花了很多的精力 到这个事情上的话呢 这个梦想啊 一定能够去获得一个 你该得到的一个结果 得到一个应有的回报啊 当然权杖六 然后再加小鸟牌 小鸟牌啊 看起来很多人的一种能量 就是说有些朋友可能会带领团队 你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从 因为可能说是一个人能力非常的优秀 非常的卓越 被领导赏识 所以说接下来就会有一种升职家庭 然后带团队 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之前有团队的话呢 会是一种重组团队啊 让你去当这样的一个带头人 带领大家一起说是 好好的去工作呀 或者说是给一些团队成员 一些指引 或者是帮助这样的一种感觉 有些朋友会升职 有的朋友就是会自己带团队 这样的一种感觉 可能就是 可能会接下来就会发现 自己得到的资源是比较多的 因为这里围绕着你的人啊 也是蛮多的 人多的时候 你的气场 你的能量就会比较多一点 当然的话呢 就是带来的感觉 就是工作安排的 也可能会是比较满一点 比较忙碌 然后也会很充实 那当然有些朋友的话 会发现自己 接下来的客户也会很多呀 你的资源啊 也会很多 这样一种感觉 我们来看看第二件 惊喜大好事会是什么啊 书本诶 那书本的话呢 会跟一些合约相关 也会是一些暗链相关啊 一些暗链啊 或者是一些隐藏的关系 我觉得说 第三组的朋友们 有一些来自于这种方面的一些好消息 禁忌之间三方关系上面 会有一些 对于你来讲 是一个好消息的一种到来 然后同时的话呢 也会是有一些合约啊 合同相关 和文字相关的一些事情 会有好消息的到来 那当然也许说 有些朋友 因为刚才说到 有些朋友的工作 可能是面向大众 那就会是有一些文字工作者 比如是编辑啊 或者说是你自己是写书的 写小说这样的一些朋友 你们接下来的东西 真的能够被很多人看到 以及说是正在进行的一些文字的内容 能够进入到阶段性 或者说是 要么是正在进行的文字 有一个很好的收尾 或者说是 你已经收尾的东西 然后是有一些 再一次的好消息的到来 比如说是 要 比如说就是 被一些影视方面的东西 再拿过去 有一些 那方面就是 突然有一点 不太好讲 就是有跨界的一个能量 跨界的一个好消息 就是可能会 小说转成影视作品 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当然有些朋友的话呢 会对应到说是 很多很多的客户和订单量啊 比较多的一些订单 以及说是客户 也会是比较多一点 真的是这一组朋友的 围绕在你身边的人 以及说是一些消息 以及说一些工作量 都会有所提升 那同时的话呢 这一张这个书本牌 就有些朋友 内心当中的秘密 你之前可能很害怕被人使 被人发现 被人知道 就是有隐藏的一些东西 然后最终的话呢 可能就是 有一种放下的感觉 过去可能会成为你的负担 成为你心理上的压力 你觉得说 这样的一些秘密 可能会是 必须要去保守 但是同时压在你心理上的话 你其实觉得很难受 很束缚 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可能去放下它 有一种心理 终于输了一口气 心理上的话呢 我觉得说 你们是有心事的 但是这些心事 是你一个人 可能是想要去消化 但是这个量啊 这个心理所压抑的想法 或者是这个秘密 带给你的负担 特别的强 有一种说 你勉强在维持 然后但是内心的话呢 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 非常需要找一个人去倾诉 非常想要去找一个地方 去宣泄出来 这样的一种感觉 但是的话呢 你自己其实也非常的迷茫 因为其实你需要的是 知道如何去做 但是呢 它就是一种 你不知道怎么去做 以及说 你也不太敢去说出来 或者是你也找不到 地方去说 这样的一种感觉 内心压抑的东西 还是蛮多的 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们 心理负担 有一点点的重 但是它也不完全是 这种坏消息 我觉得说 也许你们接下来会发现 所担心的事情 并没有那么的压抑 或者说是 它会有一个转机出现 我们用塔罗牌来看一下 那这里的话呢 抽到是权杖的试者牌啊 权杖试者会对应到说是 你们正在焦虑的事情 真的有一个转机出现 慢慢的有一个新的计划 有一个新的开始 帮助你去缓解心里面 这种很压抑的东西 这组朋友还蛮忙碌的啊 我觉得说 你们的话呢 忙起来可能会比 清闲起来会更开心一点 因为闲下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心理压抑的这些东西 容易给你造成一种 说很焦虑的感觉 忙碌的时候 你会心里会更放松一点 你们的话呢 内心当中 让我看到很多坚强的能量 可能说 你面对的阻碍啊 或者说 你人生当中的一些挑战 真的比其他人会更多一点 也是更难一点 不过我觉得说 你们这里的运势 有一种说 要转弯的感觉 也许说 你现在的负担啊 或者说 你的压力真的特别的重 但是接下来 你就会发现 自己的工作 越来越稳啊 不管说遇到什么 都可以说是顺利的去 克服过去 我觉得说 你们是能够靠自己的力量 去走出这一次的难关 也是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去实现你们自己的梦想 对权杖的势质的话呢 它就会代表着一种 你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那个方式的方法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然后并且说 也能够在这条方向上 去继续朝下走 有一种很坚强的感觉 能够 而且说 接下来你会发现 自己是特别从心里面 坚定的相信 自己会做到这样的一种感觉 会有新计划 会有新的计划出来 会有一个新的道路 会因为你 就是专门为你定制而出 跟你们的一个计划呀 想法呀 或者是事业相关 这样感觉啊 这一组朋友 不管说当下压力有多大 一定要坚定的 再继续朝前走一段时间 你们的转机就会到来的 来我们看看 好 权杖的骑士啊 可以很快的去向前进了啊 我觉得说你们的话呢 真正的是找到了一些 属于自己正确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迫不及待的 朝着新的生活前进的一种感觉 也会是说 好消息越来越多的时候 让你的心里淡定感也是很强 有一些焦虑的东西 会彻底的留在过去 你们会走出来 开始新的生活啊 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说 动起来的能量 就是其实我们之前抽到的牌 还是偏向于安静的 但是接下来你看 到第二件好事开始 就是一种行动的感觉 过去你的人生当中 可能是有一些 好的经验 或者是好的成果 让你可以说是 内心当中 有一定的骄傲感在 但是到第二件好事的时候 我觉得是重新的出发 你的人生将会攀登到下一个高峰点 会去看到一个说 让你觉得说 想要去努力 想要去走出舒适圈 想要去尝试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能够遇到一个 让你心里很心动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啊 让你去尝试 让你去放下过去 一些心理上的负担 或者说过去的荣耀 能够去再次的出发 我觉得你们的话呢 金钱运会好转 事业运也会好转 然后这个整体的人生方向 也是会变得更加的清晰一点 但是一定要去动起来哦 这组朋友不能说是 你们觉得说 自己好消息会到来的时候 然后你就是一种 等待这样的状态 一定要动起来 这样你的惊喜呢 才会到来的速度会更快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直 不动的那个状态啊 你的这个好消息 它的时间的进程 就会被拉长 就可能说是你会长期的 进入到那种 等待好运到来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我觉得说 你们的好运 会在你动起来的时候 正式的开始酝酿 开始运转起来 也是一个说过去的一切啊 过去那种很糟糕的东西 能够真正的结束 开始新的一个进展 那当然说 不是所有的朋友 都是过去很糟糕的 我觉得说 对于你们来讲 是再攀高峰的一个时刻 尤其是说情感啊 还有事业层面 不管说你们过去 对爱情啊 或者是其他东西 有多么的抗拒 或者说是 有过一些失败的情感 都会说 让你有那种 想要去尝试一下的 恋爱对象 或者是目标啊 或者是一些 一些事业上的 工作上的东西 都会浅化到 你的生命当中 那当下的话呢 一定要动起来啊 你的生活 它是伴随着 你行动的一个能量 开始积极的去运转 接下来你要走的方向 它一定是正确的 要坚定的去做 它一定就可以成功的 好我们来抽第三张牌啊 那第三张牌呢 抽到是全杖四啊 火元素满满的 火元素满满 非常的积极啊 就会代表 就是说 这些朋友 真的你只要去行动 就能够去实现 然后这一组的话呢 应该有一些朋友 是处于那种 稍微复杂一点的 情感当中啊 就是你们的恋情当中 有一点说是不太敢 像其他人说 或者你对于 你的当下的情感对象 内心是有一些秘密的 这里的话 就会看到一些那种 很隐蔽的一些恋情啊 或者说是一些 地下恋啊 暗恋啊 这样的一些关系 我觉得说 这里会有一种表白 能够去成功 这样的一个能量出现 对 那当然来讲的话呢 有些朋友遇到的是 新的人 新的人进入到 你的生命当中 让一些 你可能感觉到 不开心的人事物 成为过去事 那些糟糕的人啊 糟糕的能量 全都去被收起来了 你所遇到新的人 能够让你就是 有新的一些情感 也会是说 有些朋友 但他不是全部啊 有些朋友 其实你们的地下恋情 能够转为到地上啊 这里并没有一种 切断的感觉 对 有些朋友 其实你们的地下恋 能够转为地上 就是多年 支持了多年的啊 或者维持了很多年的 一些情感 能够进入到 一种正大光明的状态 被很多人接受 你的家人啊 对方的家人 以及说你们身边的朋友 都愿意去 支持你们 鼓励你们 继续地走下去 有这种 暗恋 然后表白成功 以及说地下恋 能够被 很多人去接受 这样的一种感 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所以有来自于 家庭上面的 一些好消息 然后同时的话 有些朋友 可能会和自己的 原生家庭之间 有一个和解 对 能够看到说是 你的家庭 给予你的 一些支撑的力量 让你对于说 新的人生 有一种说很坚定的感觉 有重新感受到了 过去很久 没有感受到的 亲情的一种力量 然后的话呢 保健时的逆味啊 从一种说 很煎熬啊 很困阔啊 很苦的一种状态 当中去走出来啊 有些朋友的话呢 其实 你的心这么的沉重 那么多的一些负担 是因为说 你的生命当中 经历了很深很深的 一个绝望 然后也是说 有些事情 在 嗯 怎么样来讲呢 让你的心啊 是伤痕累累 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是说 保健时的逆味 就是你的生命 重新开始 有些过去 真的留在 留在那里了 你这边的话呢 其实让我看到 你整个人啊 其实 心是很高的 你对于自己的要求也好 对于人生的一些想法也好 都圆比 一些 和你类似的人会更高一点 你 一方面来讲 你心里负担这么重 就是因为你想让自己 特别的好 另外一方面 也确实 因为我们第三座朋友 你的生活当中 经历过一些 非常棘手的一些事情 非常糟糕的一些事情 让你的人生呢 之前可能因为什么缘故 停顿在那里 卡在那里 甚至说是 你是一个非常的自我否定 自我消耗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可能是不想要跟人说话 也不想要去 不想要跟人去聊天 不想要走出来 不想要跟任何人互动 但是接下来的话呢 我觉得说是一种啊 很多人围绕着你们 你会走出来的 走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说 身边有很多的力量 在支持着你 在去鼓励着你 并且你能够感受到 很多一些久违的力量 可能过去的时候 你是一种说 觉得自己不可以不行 或者说是对于 很多的情感 是一种很怀疑 很否定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我觉得说 接下来真的有超级多的人 在围绕着你们 受到很多的关注和评价 大家对你的一些感觉 都是很正向的 很喜欢你 给你点赞啊 给你评论的人 也会越来越多 有一种受人关注的感觉 而且说 这样的一个想法 一定能够成真 我觉得你已经酝酿了 很长时间 只是说你之前的话呢 有一点点不敢去做 有一点害怕失败 但是你真的去做的话呢 你会发现身边人 对你的这个梦想 目标是很包容的 也是能够说是 让你放下心理上的一些 压力和负担 重新出发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件好消息会是什么啊 哇 真的有梦想成真的感觉 再次出现了新金牌 就是宇宙再一次的 又一次的告诉我们 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是可以梦想成真的啊 这里真的有那种说 作品啊 被很多人看到 然后你自己本身的话呢 变得非常的有魅力 像一个星星一样 在那里闪闪发光 引起很多人 对你的一个关注 很多人对你的一种 赞美的这种感觉啊 也包括说是 你后面会发现 自己见到生活当中的一些朋友啊 甚至说是一些陌生人 他都会不吝啬 对你的一个夸奖 会夸奖你 整个人很好看 很有魅力 甚至说 连你今天的衣服 连你今天的发型 都会夸奖你 夸奖你越来越漂亮 夸奖你越来越帅气 整体都是一个 越来越好的感觉 对你有非常强的一种 肯定的感觉 所以说 你接下来的生活 一定是这种啊 被大家环绕着的 你生命当中 会有很多新的人 进入 也会是由 因为你自己的一个梦想 能够实现 所以你会对自己 有一种说迫不及待 要去改变 要去动起来啊 你的生活 你也会觉得说 你自己确实要进行 一个很大的调整 我觉得这一组朋友 真的能够去跳脱 之前那种说 一个人待着 这样的一种感觉 能够从一种 完全不想动 或者说对很多事情 提不起兴趣 这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去积极地行动起来 尤其是说 之前有什么事情 卡顿了很久 然后一直没有进展的话 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进展 是有一些 新的力量的进入 对 你可能看起来觉得说 完全没有想 没有办法实现 或者说完全没有办法 去成真的一种感觉 但是最终的话呢 它在告诉你 你一定能受到一些指引 不管说是你的一些疑惑也好 你如果说 正在面对的是一些 内心当中的疑惑 那你就能够去 收到宇宙 以及说指导灵 给到你的一些讯息 你就能够从一些 大众占卜当中 看到啊 有关于你 所想要去知道的一些答案 那当然说就是 如果有些朋友 你看完第三组之后 还会觉得说 自己内心当中 有一定的困惑 自己不知道说 它到底是 应该怎样做的啊 你觉得还没有 得到你的答案 那你可以就是 看一下第一组 或者是第二组啊 因为可能说 我们在选选项的时候 存在着说 什么样的一些干扰的因素 导致我们 没有选到 属于自己的那样的一组 或者是你的信息 确实被分散的 就是你如果觉得 第一组或者第二组 你有想看的一些内容的话 那你也可以去看啊 因为可能说 信息不一定会固定在一起 但是你如果看完之后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那就说明 这一组它就是 你所需要的 就是宇宙所想要 去告诉你的一些讯息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用塔罗牌 来具体看一下 我们的第三件 好消息 好事情会是怎样的 我们这里的话呢 抽到的是两张牌啊 两张牌呢 哇火元素好强啊你们 权权的A4牌和权权女王 这张两张牌都出现啊 权权的A4牌代表着说 这一组朋友心里面 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正在实施 然后想要去实施这样的状态啊 正在酝酿当中 宇宙在告诉你说 你一定能够去实现啊 一定能够去成功 你们的火元素太多了 就真的是生活要动起来 我觉得说你的生活可能较为长久的 处于一种说平静 或者说是很缓慢的进程当中 就是可能有些事情 之前的话不是说你不努力啊 不是说你不愿意去动 而是说它好像就是这些事情 很难去有一个较大成果的一个到来 那我觉得说接下来这些事情 好像就是会有一个飞快运转的一个状态 能够取得一个阶段性成功的感觉啊 嗯就是你一定能够看到一种 胜利在望的感觉 让你就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动力 向接下来的人生去进行 去行进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会是说你当下正在焦虑的一些事情 会有一些新的转机的到来啊 这些机会的到来 可能会是一些贵人 他给到你的一个机会 他告诉你说你可以的 你行的我看好你 我愿意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愿意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你去展示自己 让你去实施一下 当你真的去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就好像是一旦动起来 就真的能够去成功啊 那当然权杖的A4牌的话呢 会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接下来 就是会开创副业这种感觉 生活当中有了一个新的选择 就是你可能会维持住 当下正在做的工作 然后还去开创你的副业 主业和副业同时去做啊 有一种说很忙碌的感觉 因为权杖女王出现 确实的话呢 可能接下来你的资源啊 你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都会越来越多 也会是说你需要去带着团队的人员 会多一点 你自己本身的话呢 因为你看 星星牌和权杖女王都出现 有一种说受人关注啊 就是你会好像就是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你 关注到你 也会是你的客户 愿意给到你一些资源 整体的运势都有一个好转 当然我觉得说 比较好的一个好消息啊 就是来自于你心态上面的一个 稳定 心态上面的一个好转 心态上我觉得说 你们的内心的一个健康程度 会很明显的有所增加 能够是不断的成长当中 可能过去啊 也是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风雨和考验呢 我不可否认说 第三者朋友 你的能量是非常成熟的 但是其实你也是 可能心中有一点点小小的迷茫 不是那么的坚持 坚定的相信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啊 但是我觉得说 这些好消息的到来当中 最让我开心的一些能量 就是你的内心是很平衡的 内心当中 这个身心灵都是在不断的成长和调整当中 内心会变得非常的独立 有些朋友可能说是 你会脱离自己的家人 来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朋友啊 可能会去跨国啊 或者是跨省啊 离家很远 脱离父母去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但是呢 你离开之后 独立之后 去发现说 自己其实也非常的厉害 能够自己把自己照顾的很好 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 能够把生活当中突然出现的一些挑战 都能够去有一个很好的完结 生活当中的话呢 可能不是很平顺啊 可能也会面临挑战 但是你们这边的运势就很强啊 而且说贵人运也是很高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不停的会有贵人的到来 能够让你就是做得更好 同时有些朋友的话呢 能够在这个行进的路程当中 找到合适的队友 你会有一些新的合作伙伴 包括说是 你和你的同事之间的关系啊 朋友啊 同学之间的关系都会很好 就是有一种说 自己身边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所以你会接着觉得说 自己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有人跟你一起去做 你就会有说 非常强的一种信心去做啊 因为我觉得这里 确实有些朋友可能会去到 一些较为陌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会看到说 你们在新的地方也适应的很好 能够说是把很多事情处理得非常的完美 也是一个说不断的在强大 变得更好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会资源会越来越多 如果说过去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那么你们就可以去开始去做了 全账的A4牌 你们的话呢 能够去把握住自己的梦想 能够说是实现自己的梦想 目标感是越来越清晰啊 也更加说是让我看到那种行动力非常的强 火元素非常的多 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 好我们来抽一下第四张牌 收获到的呢 除了内心当中的成长 还有就是满满的物质上的一种丰盛啊 因为这里还有就是心碧器嘛 可以看到收获到的财富是蛮多的啊 你的内心越坚定 宇宙显化到你生命当中的财富啊 各方面的一些财富都是越来越多 当然心碧器的话呢 它是对应到说是 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重新的计划 就是这组朋友很明显啊 你们的话呢 这三件连接的大好事 就是你会在很快速的一个时间之内啊 开始一个新的项目 并且说把这个项目做到一定的程度 有一定的收获这样子 你会是在第三件好事的一个收尾的状态当中 开始考虑说是自己当下已经拥有的资源 重新的整合 再一次的去规划 有新的目标会出现 我觉得随着第三件好事的一个到来 然后你们会是一个目标更清晰 更愿意做自己 行动力也会更强这样的一种状态 有那种整个人要爆发的感觉啊 那当然说有些朋友的话呢 我觉得说你们是在准备着 就比较明显感觉有些朋友啊 虽然说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 但是你可能是还想要去给自己充电 想要让自己再学习更多 了解更多 知道更多这样的感觉 有些朋友可能会一边工作 再一边去读书 或者说是结束工作 然后去全身心的投入到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当中 我觉得未来的你们的话呢 就是一种发光啊 然后就是闪闪发光这样的一种感觉 一定能够去实现那个目标 如果说你们去充电去学习 未来的你们只会说是比现在好的更多 有这种继续深造的一种能量 我觉得说你们想继续去做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的 你们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啊 相信自己坚持做下去 我觉得说本身来讲 这组朋友的话呢 我刚才就在讲 你们其实是对于自己的要求 是想的比其他人更多一点的 但是你一定要去相信自己的直觉 你凭借自己的直觉 就能够去获得到属于你自己的成功 不要管它是在其他人口中 是一个说不可能实现 或者说是不行的一些东西 你们要把能量呢 收回到自己的身上 好好地去坚持去做自己正确的一些事情 最终你一定就能够去获得到自己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积累的 对你们自己的话呢 是能够说是做得更好 把自己的能量都放到自己身上 关注自己 关注自己的内心 然后你一定能够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实现自己的价值 不会再为一些外在的 不相干的一些东西消耗自己 更多的是在自己的人生 人生当中创造说属于自己的一些价值 属于自己的一些美好啊 好我们最后的话呢 再来抽一张建议牌给大家 看一下说宇宙有什么样的一些话语 想要给到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呢 那这里的话呢 他抽到的牌啊 是规范 说的是呢 行使权力 定界限啊 还有就是不为困难 定出策略 将力量呢 动起来 所以说宇宙也真的是在跟我们 第三组的朋友们啊 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梦想的话呢 就是要行动起来 还有就是一个界限啊 就是你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说可能会出现一些语言 或者是一些别的能量 会是让你对自己的话呢 有一定的干扰 有人啊 可能看起来高高在上的 然后他可能对你有一定的执念 或者说有一定的压制感 对 我觉得说可能是会通过一些 看起来你不一定觉得是不好的一些行为 但是可能会约束你啊 有一种说让你被困其中 这样一种感觉 我觉得你们自己的话呢 要去想好某些东西 适不适合 或者说如果你想要坚持 那到底应该是怎样 处理这段关系 要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清晰的目标 对应你们的关系当中 当然的话呢 最重要就是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一定要是让自己的力量呢 动起来啊 这里也是一直在 宇宙也是在反复强调给大家 希望我们的话呢 能够是为自己而活 然后最重要 我们第三组的朋友 火象能量是非常强的 本身你们就是非常的热情 拥有魅力 然后也是受人瞩目 这样的一种感觉 一定要是朝前走 让自己呢 实现真正自己 应该去实现的一种状态 或者是价值 更多的话呢 把能量放到自己身上 为自己关注更多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第三组朋友的一个讯息 希望今天的视频 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大家可以关注 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也希望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可以领取好运啊 希望说你们把自己的能量 更多的集中到自己的身上 像这个闪闪发光的圈章一样啊 有足够多的力量 用到自己身上 并且说坚定自己的信念 领取好运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开心 幸福和快乐下去 祝福大家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